这辆拖板车4月25号载运吊车 行经南方澳跨港大桥时突然故障熄火 横停在桥面不仅阻碍交通 这辆拖车再加上车上的吊车 总重达到60吨 已经超过了南方澳跨港大桥 42.5吨的限重规定 除了遭到警方开单之外 也引发了地方议论 南方澳大桥在去年整个重建完成 那为了这个安全 虽然它的结构上非常安全 但是我们为了这个包括交通部 公路总局还有各个单位 都希望要能够限重 所以目前它的这个限重是42吨 也就是不要超过这样的上限 那我们为了这个整个结构的安全 这样的限重必须要能够被确实的执行 像这一次的意外 其实是非常的 我觉得会让我们又开始又开始担忧了 新南方澳跨港大桥在去年的12月18号 完成重建开放通车 限重为42.5吨 若一载有类似操纵的车辆强行通过 地方担忧恐会重到旧南方澳大桥断桥的附测 政长因此要求管理单位要加强来管控 若实执行限重规定 否则恐会影响到新桥的寿命 一个没这么重的这样的重车 我想对于这个大桥的寿命 还有安全 会产生了这样的威胁 所以为了不要这个重蹈覆车 我想我们已经有一次教训了 所以应该我们公所在这里特别呼吁 第一个要上这个南方澳大桥的时候 我想这个车辆一定要确实遵守 这个载重的限制 第二个我们的主管单位 一定要严格的来确实执行 我想这个为了桥的安全 为大家的安全 这一定要被做到 对于外界的担忧 管理单位台湾港务公司表示 南方澳跨港大桥设置了24小时的监控系统 豆腐甲端还有港警钢绍监控过桥的车辆 港务公司会加强监控巡视 以确保新桥安全 宜兰新闻记者14名 采访报导